当你发现家里的花卉出现大量的黄叶干枯 而且长期不生长不发芽还出现大量黄叶的话 那你就赶紧试试这个方法给大家全个有用的 首先准备500毫升清水 接着再准备一瓶这种活力素 浓缩型活力素 500毫升清水给它滴入 两三滴或者按压一下就够了 这种水你也不用经常浇 只需每7到15天给夏里的话会浇灌一次 用上1到2次左右 当你发现这个植物长出这种小芽的时候 就可以停止使用 长出小芽就证明你这个植物已经恢复了生长 恢复了生机 很快就会长得脂肪叶茂 因为这种浓缩型活力素 它能够提高植物快速发芽 打破植物浆苗 快速让植物恢复光合作用 恢复生长和开花 那么这个黄叶不生长不发芽的花卉呢 很快就能恢复生机 恢复生长了 有喜欢的花 关注我就信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